我们今天继续看病理学的特殊人群 以前讲过一个特殊人群 是这个经济症 这回这个特殊人群不包括经济症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 好,我们看第一个出现的单词 这个词我们以前学过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是个什么,笼包疮 笼包疮,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病 笼包疮 我们看一看和笼包疮有关的知识点 笼包疮,皮肤传染 皮肤科传染,形成的笼包疮 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笼包疮 是由什么病原体传染 什么病原体传染的这个笼包疮 细菌 基本上大家能看到的这种流浓的 都是细菌的 这种流浓的基本都是细菌传染 好,大家看单词特点 PET,像这个小宠物一样 有宠物会带来细菌 会传染这个笼包疮,皮肤病 大家注意这个叫 IMPET,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AC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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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挫疮粉刺 粉刺 这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词 粉刺 AC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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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挫疮粉刺 尤其是在这个少年儿童的时候 少年的时候 内分泌比较旺盛 脸上出油比较多 就特别容易有这个 粉刺 CB是Glans 皮脂腺 皮脂腺 过分分泌油脂造成的感染 就是粉刺 那么这个粉刺 是皮脂腺过密 过度分泌 过度分泌之后造成的什么病原体的感染 还是细菌 还是细菌 粉刺和这个浓包疮都是细菌感染 Malomer 好 这个是不太常见的一个词 Malomer 这也是一个病 这是什么病 对 有大姐已经抢答了 黑色素瘤 没错 黑色素瘤 其实这个黑色素瘤 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病症 这个黑色素瘤经常见 尤其在佛州 在佛瑞达 佛瑞达又叫做阳光之州 紫外线非常强 因为紫外线的照射 形成了一些皮肤的一些病变 包括这黑色素瘤都比较多 比较常见 黑色素瘤 Skin pathology irregulate border 皮肤病 不规则边界 好 首先呢 它是一个皮肤的病症 Skin pathology 一个皮肤的病症 其次呢 它有一个不规则的一个边界 哎 边缘不规则 我们说边缘很规则的 像我们说的这个物子啊 都是比较良性的 这种不规则边界 就不是好东西 很容易挨变 所以大家看到自己身上 或者客人身上 有这种不规则的 要格外注意一下 那么它的摊 你说 这个黑色素瘤不是痣 黑色素瘤不是痣 痣比它要浅 性质不一样 黑色素瘤一般都有一些 这个癌变的倾向 好 我们看一下单次特点 ME 开头 MA结尾 mela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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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是能念的同学呢 把它念出来 可能记得很快一点 念不出来的 一个me 一个ma melanoma 你说我和妈妈都有可能出现这个病症 这个就是黑色素瘤 strain 这个是个常见词 strain strain 大家谁认识这个词 strain 对 这是 对 拉伸 拉伤 都是它 strain 拉伸 被牵拉造成的损伤 就是这个strain strain 这个词念起来 特别像我们中文的使劲拽 使劲拽就是拉伤 strain 好 我们看看拉伤 拉伤 not warm up 没有热身 一般情况下呢 在运动之处没有热身的时候 容易造成拉伤 大家注意这一点 warm up 是热身 热身就是我们常说准备运动 活动活动 not warm up 这个也是我们见过的一个词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看看有没有印象 我说过ADH 放在开头是有什么意思 这可以代表什么 A 粘连 粘着粘连 ITIS 是炎症 对吧 粘连的 什么什么炎症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印象 什么炎症是因为粘连造成的 这是一个关节大的 这是一个这个年龄大一点的人的一个常见病 和粘连有关的炎症 粘连性关节囊炎 好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粘连性的关节囊炎还有没有其他的名字 发生在什么部位 也叫五十肩 哎 只要在肩膀上 说五十肩还有别的名字 还有什么名字 尖症炎 还有什么名字 对 还有一个名字叫冻结肩 冷冻肩冻结肩 五十肩肩膻炎 粘连性关节囊炎 都是一件事 那么它是发生在什么位置 肩关节 对吧 准确的说是鱼公关节 好 大家注意这个单次特点 ADH代表粘连 后面有炎症 这叫粘连性关节囊炎 我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次记忆呢 能把它记住 这种病很常见 考试的时候也经常会遇见 粘连性关节囊炎 Frozen shoulder 冻结肩 50肩 它有两个常见的名字 Frozen shoulder 冻结肩 为什么叫冻结肩呢 这个肩膀像冻住了一样 为什么要冻住的一样呢 因为它是粘连性的 对吧 五十肩呢 它是五十岁以上的人 最容易得这个病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见病 大家看一看这个图 正常的肩关节 里面的肌腱连接 关节囊 那么有粘连性囊截 或者叫五十肩 冻结肩 Frozen shoulder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什么呀 纤维化 损伤的纤维化 造成的这样的炎症 红红的炎症 所以它就粘连了 一粘连这个肩膀就不能动了 抬不起来 啊 最常见的就是不能做一个动作 就是 外展 不能够外展 好 我们按摩当中呢 有专门治疗这个肩周炎的一个 一些手法啊 一套一些手法 就是拉伸肌肉啊 把它粘连的这个肌肉呢 给它慢慢的撕扯开 先给它做活血啊 也就是说它的血循环 增加血循环 轻受法 然后呢 再做一些摩擦法呀 拉伸法呀 把它拉开 慢慢的让它回复正常的血运动 诶 它的这个炎症一点一点的被吸收 最后就会恢复 但是呢 这个五十肩冻结肩呢 你不治它 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会恢复 它就不疼了 活动活动就不疼了 可是第二次再犯的时候 就会比上一次更严重 第三次就会比第二次更严重 这种病症呢 也是一种职业病 比如说以前的老师 因为经常写板书 这个手啊 在黑板上写来写去 经常拍这个肩膀 他们经常会有这个病 除了这个病之外 老师还有什么呀 还有这个 关节囊炎 还有这个这个 肩翘炎之类的 那么其实我们按摩师呢 也会有这个病症 也是一种职业病 我们按摩师常见的职业病啊 肩翘炎 肩翘炎 这种这个 占联性关节囊炎 还有什么呀 什么网球肘啊 对吧 高尔夫球肘啊 还有一些妖极劳损呢 这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些常见病 所以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人体工学 正常的姿势 来避免这样的一些损伤 而且在这个工作之前 最好做一做热身的运动 活动活动关节 把关节活动开了啊 不要一开始摊在沙发上休息 有功了 跳起来就去做啊 那样不好啊 对身体也不好 做完的工 尤其做了大力的使 这个使用这个体力很重的啊 这样的工作之后呢 也要恢复恢复 用这个温水啊 擦洗一下身体啊 都是对我们身体损伤的这样的肌肉啊 肌纤维啊 有一个恢复的作用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Tenociniv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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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看 这又是一个炎症 ITIS 那么用两个神器的O 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 大家想一想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炎症 这又是个什么炎症啊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专业性关键档言 那么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个什么炎症 我们把它分开来看 前面是Ten 代表一个意思 Syn 代表第二个意思 ITIS 代表第三个意思 这个病整好三个字 分别代表一个字 ITIS 代表什么呀 炎症 炎 首先它是个一个什么炎 那么Ten 代表什么 大家想一想 我跟大家说过 有Ten的 Ton的 这样基本都代表什么意思 基建 对吧 基建 所以它前面这个代表基建 基建的什么炎 那么基建的什么炎呢 建窍炎 没错 基建的窍的炎症 就叫做建窍炎 Tenocinopitis 刚才我们提到过这个病症 建窍炎 这也是我们阿摩师的一个常见的质疑病 建窍炎 建窍炎 Ten and shift 基建核窍 shift 是窍的意思 就是壳 基建核它的壳发生的炎症 就叫做建窍炎 建窍炎 Plater pharsitis 这也是我们讲过的一个病 这叫什么病 足底筋膜炎 这也是一个常见病 大家注意 这个很常见 Plater pharsitis 足底筋膜炎 我们看一看足底筋膜炎 对应的支持点 足底筋膜炎 Foot brain 足部疼痛 足部的疼痛 足底筋膜炎 因为它叫足底 足底筋膜炎 以后我们学到这个按摩手法的时候 足底筋膜炎也是一个中间 它对应了一种手法 是摩擦法 摩擦法 横向交叉摩擦法 专门治疗这个足底筋膜炎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Shapain fractures Shapain fractures Shapain fractures 大家看看这一组词代表什么意思 对 没错 Shapain 就是很尖锐的疼痛 剧痛 叫Shapain 英文不好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这个词 如果要是客人跟你讲 我这个地方有Shapain的时候 要千万格外注意 基本上有这种疼痛不属于我们的治疗范围 这就是属于尖锐刺痛 往往和骨质损坏有关 或者有一些重大的疾病有关 不是我们这个按摩师所能解决的 那么后面这个词是什么呀 Fractures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常见的词 我们要知道 这是骨折 这是骨折 当有骨折的情况 要知道这个骨折是什么 跟别人说我骨折了 对吧 你要知道是这个词骨折 尖锐的疼痛 骨折 在骨折在美国实际上 不太好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骨头弄断 一般的话门诊不管 急诊收费很贵 而且骨折上来先给你打石膏 先把你绑起来 让你自行恢复一下 等着约医生 约手术医生 小的骨折就是自行 能恢复 让你长大的骨折 等医生来了 约好了之后 再给你重新接 曾经以前就有一个 这个学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个骨折了 手臂骨折了 结果等到这个长好了 医生还没约到 最后终于约到医生了 他们的做法是 把你的骨头重新打开 重新给你接一下 做个手术 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治疗方法不太一样 有点区别 所以大家还是保重 不要骨折 聚痛骨折 医生 一遇到这种聚痛骨折 我们就要找医生去了 所以大家注意 这种情况 我们不接诊 要把它专诊走 找到合适的医生 或者说我们拒绝治疗 底下一个图呢 给大家看一看 基础的骨折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大家作为一个知识 了解一下 曾经考过这样的知识点 但是呢不是经常 作为有性能趣的同学 可以把它记一下 第一种叫做横向的骨折 很好认 transverse 横向的骨折 第二种呢 叫做oblique 它这个斜的斜线性的骨折 斜线性的骨折 以前有一道这个图体 考的就是给你一个小折 给你一个斜线 问你认不认识这个词 斜线 第三种呢 叫做青枝样的骨折 grind stick grind就绿色的这个枝条 我们树上新长的枝条 现在是春天 新发了很多小小牙 这个树树枝都长出来了 这种心枝很软 你是掰不断的 你往往掰这个树枝的时候呢 它一侧被掰开了 另外一侧还连着 那么 这种骨折 就叫做青枝样骨折 多倦于少年 小孩子比较多 骨头比较软 骨折的时候一半是摔折了 已经开叉了 但是另一半呢 还连在一起 这个就叫做青枝样骨折 最后一个呢 叫comunitate 一个粉碎性的骨折 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骨折 所以大家要注意 很剧烈的疼痛骨折 我们要去找到医生 Ossipa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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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比较著名 大家说一说是什么词 有同学说关键炎 肯定不对 因为它后面没有炎症 没有ITIS 它肯定不是炎症 跟骨有关 没错 oste和骨有关 没错 这个单词 这个历届 同学基本没有不认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点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它有四个O 有的同学管这叫奥迪 有的是同学管这叫四圈提 就是四个O 骨质疏松 骨头已经松软到全是动了 所以它有四个O 这是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这个单词 考重率比较高 大学 那大家必须要认识 必须要认识 必须要很熟 骨质疏松 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小节里面 骨质疏松对应的知识点是什么 骨质疏松症 hypertypical 駝背 骨质疏松和駝背有关 这就是正常的骨 和骨质疏松的骨 当中的孔洞会加大 骨蜜质会变得稀疏 我们人呢 从45岁到65岁到85岁 一点一点 骨质疏松造成的骨壳塌陷 最后就驼背了 这里面这个驼背说的是 是这种退行性病变的骨位 并不是因为熊小鸡 过度紧张造成的那种圆肩骨位 不是 大家一定要区别 骨位有很多种 好 下一个题 reation treatment 这个词组呢 我们也接触过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reation treatment 对 放射治疗 放射疗法 reation treatment trement 是治疗 reation是放射 放射这个词特别像什么 特别像我们的收音机radio 对吧 有点像 那么 收音机是把声音放出来的 这个就是放射 放射 reation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 become fragile 骨头变得脆弱 放射治疗呢 会使我们的骨壳变得更加的脆弱 fragile 大家主要是这个脆弱这个词要认识 要知道骨头变得脆弱 如果不认识这个词呢 也至少知道放射疗法是和骨头的变化有关的 那么什么是放射疗法呀 放射治疗 治疗 癌症的放疗 各种射线 我们常见的一种放射的疗法是什么呀 拍X光片 对吧 X光 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个放射线 就是X射线 其次还有什么干嘛射线呢 各种射线来治疗这个 我们的这个癌症 癌溜细胞 好 包括我们现在的CT断层扫描啊 这都是属于放射啊 用放射线来去照这个东西 好 大家注意这个放射治疗会使骨头变得更加的脆弱 Tension Havoc 这个词组 是一个什么病 对 没错啊 一个头痛 什么样的头痛 紧张性的头痛 紧张性的头痛 这个紧张性的头痛 顾名思义和肌肉紧张有关 造成的这样的头痛 为什么肌肉会紧张 比如我们长期一个姿势啊 我们长期盯着屏幕啊 各种的这个劳累 都会造成这种紧张性的头痛 那么这个里面呢 特殊的人群呢 说这个紧张性的头痛 我们按摩呢 是有效果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按摩手法会放松肌肉 所以呢 缓解了肌肉的紧张 从而缓解了头痛啊 紧张性的头痛呢 有一个区间范围啊 在我们的额头一直到后颈部 所以我们在治疗紧张性头痛的时候 大家也就知道我们的手法应该围绕在什么地方啊 从额头一直恢复到我们的后颈部 那么大家想想 在这些位置都会有什么肌肉在 都有什么肌肉在箭头所指的位置 我们治疗的时候要对什么肌肉做动作 支持要活些活用啊 不是背单词就行了 想想 嗯 这个箭头所指的这个方向这个位置 都有什么肌肉在这儿 有镊肌啊 前面有这个额肌 中间是镊肌 没错啊 镊肌 还有什么呢 向下走 这是有什么 有肩胛提肌 还有什么 呃 斜脚肌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 还有吗 想想 有很多啊 看看大家能想出多少来 呃 胸缩乳突肌有一点点 嗯 在上面一点啊 有一点点 尤其我们是干这个行的啊 肌肉的位置是必须要知道的 啊 那么我们看一看 从浅入深 我们在 镊部的后面 最前表的一个是什么 斜方肌 啊 斜方肌 最前表 啊 其余枕骨下 对吧 斜方肌一直到这个肩部 上斜方肌 然后呢 下面呢还有一些什么呀 人们投镜的一些甲肌 在里面啊 金甲蹄肌 对吧 这都有啊 包括刚才同学说的 胸缩乳突肌啊 斜脚肌啊 在更深层都会有 啊 我们要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啊 下次再看到朋友 那就不是帅哥美女了 啊 走在眼前一过 要知道哦 这个人哪一块肌肉比较发达 他的这个行走的姿势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肌肉可能会有问题 头脑当中要过 啊 不能一看 光看这个电视剧 看这个帅哥美女去啊 那个不行 喜欢帅哥美女的仔细盯着人家看 看看他的哪一块肌肉有问题 哪一块肌肉比较发达 看多了 自然就记住啊 好 这是紧张性的头痛啊 通过这个紧张性的头痛 我们知道了我们做这种客人的时候啊 要放松什么样的一些肌肉 是最管用的 除了紧张性的头痛 我们还学过一种什么头痛啊 哎偏头痛啊 偏头痛是什么类型的头痛 对啊 血管精卵性的头痛 那么这个血管精卵性的偏头痛 你是应该给他热敷啊 还是应该给他冷敷啊 有同学说是热敷啊 有同学说是冷敷 那么当我们这个自己有这个偏头痛的时候啊 我们看这个题目 学这个考试 早晚会有偏头痛的 看时间长了肯定会的 自己试一下啊 看的是冷敷管用 还是热敷管用 一下子就记住 给大家留一个小悬念啊 自己去试一试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Approblemakerly 这个词可能比较陌生啊 大家看看有没有认识 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病症啊 不太常见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啊 把这个单词看 这个词念着就比较拗口啊 这个病呢 叫做枝端肥大症 枝端肥大症 枝端肥大症 hypersecretion 分泌过多 secretion是分泌 hyper是过度的 过度的分泌 大家想想这过度分泌的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个枝端肥大症 对啊 过度的分泌了荷尔蒙造成了枝端肥大症 那么什么样的肥荷尔蒙过度分泌了造成了枝端肥大症 它是肥大 大家看一看这个图 这边呢是正常的脸 这边是枝端肥大症的脸 明显这脑袋比别人大了一圈 啊 颧骨也高 下巴也宽 额头也宽 这种脸性 手指头也是一样 又大又粗 这种情况就是枝端肥大症 那么既然说过度分泌了荷尔蒙 过度分泌了生长素 生长的荷尔蒙 啊负责我们长身体的荷尔蒙很多啊 只要它过度分泌了我们就会吸松这种枝端肥大症 枝端肥大症呢听上去啊很不常见 但时间想一想啊这种情况很多 很多以前我们看过这个篮球运动员啊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长得粗粗大大啊 而且容易受伤 别看它长得这么大这么壮 骨头骨质疏松 啊 枝端肥大症的人骨头并不强壮 因为它过度分泌生长了 长得不密集啊 骨密质不够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这个枝端肥大症是过度分泌了生长荷尔蒙造成的这种 那么单词呢叫做 Achromi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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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下一个病症 Remote syndrome Remote syndrome Remote syndrome 这个病症也是一个必考的一个病症之一啊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前两节课也说过 雷诺综合症 我希望下次再回答的时候 没有最后一个字啊 不是雷诺综合症吧 而是雷诺综合症啊 要确定 一定要确定啊 雷诺综合症 这种病非常好认 而且非常好记 基本上如果碰到这样的病症就是给分体 很幸运 看到它你就应该看到幸运草一样啊 这分就拿下来了 雷诺综合症啊 有一些特点 大家想想都有什么特点 雷诺综合症说的是什么位置啊 它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病理题啊 大家记的时候啊 先记图 为什么我弄了很多图上 就是给大家第一个直观的印象 一看这个图非常刺激 这种东西就叫做这个病啊 通过这个图把这个病记住 比你记这个字要快 那么首先说雷诺综合症出现在什么位置 手上 手发白 对吧 手指惨白的那种 叫雷诺综合症 所以 它有什么特点啊 哎 手脚冰凉 怕冷 洗热 对吧 需要做血循环 而且它也是一种血管精卵性的病症啊 局部的血管 小的毛衣血管精卵 不通了 造成的供血不足啊 这个雷诺综合症 好 但次的点 RENO R-A-Y-N-A 把这个记住了啊 这个叫雷诺综合症 不叫雷诺综合症吧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这一个小节里面呢 他告诉你他应该提高室内温度 我们以前接触过的这个 对应的关键词呢 他给你的是怕冷啊 这个手脚冰凉 对吧 哎都有 这种叫雷诺综合症 所以大家 一看到这个雷诺是综合症 马上想到这只手啊 一想到这只白白的手 你就知道他怕什么了啊 怕冷 所以要提高室内的温度 hypoglucose hypoglucose 这个病症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讲过 但是聪明的同学应该可以猜出来 对 没错啊 这个Glucose是血糖 葡萄糖 血糖 那么前面hypo是什么意思 对 那少啊 不足啊 实际上这个我们医学上叫不足啊 血糖不足 这个就是滴血糖啊 没错啊 这个就是滴血糖 所以我们在学病理的这个单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拼写 往往就是几个不同的词给你拼接起来 只要你认识其中一部分 就像我们这汉字一样偏旁不守 你就可以猜出来 好 这个就是滴血糖啊 hypoglucose 所以大家知道hypo是不足 Glucose是血糖啊 所以滴血糖 hypoglucose hypoglucose 好 我们看一下滴血糖 滴血糖 diabetes mellitus 糖尿病 heart candy 硬糖 对于滴血糖的病人呢 我们给出了两个知识点 在这一个讲节当中呢 提到的一个什么 diabetes 糖尿病 matheos 这两个单词分别单独出现 也都是糖尿病的意思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糖尿病 糖尿病和滴血糖有关 滴血糖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 那么当有滴血糖的这种症状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急救 不能说急救吧 救急要怎么样 让客人 哎 口含一块硬糖 有人说那我没有硬糖 我有棉白糖管用吗 少给点也行 对吧 你别一大勺喂进去 对吧 你给一点点补充一些糖分也是可以的 都行 他就是需要糖分 那么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客人啊 在我们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这个放松过程当中出现滴血糖 本身有糖尿病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怎么帮助他 你可以给预备一块水果硬糖 啊 其实每个店前面前台都会有一些小小糖块啊 就是防止客人有这种滴血糖的情况 好 下一个病症 艾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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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 哎 这个就叫艾蒂森病 一看皮尔S的有这种 这就是以这个医生的这个姓氏姓名来命名的这个病症 艾蒂森是病 大家听说过这个病没有 哎 没有啊 艾蒂森氏病呢 不是特别常见 我们看一下 艾蒂森氏病 HypoDrenator肾上线功能减退 同样啊 肾上线功能减退 它也是拼写的 Hypo Hypo 是不足 后面 Andrinil A-D-R-E-N-A-L 代表肾上线 啊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认出来 A-D-R-E-N-L Andrinil 肾上线 肾上线不足 就是肾上线功能减退 这种病叫做艾蒂森氏病 啊 艾蒂森氏病 有什么特点 低血糖 体位性低血压 体重减轻 比较瘦 无力 微肠失调 肤色沉着 比较灰 啊 啊 这样的一个病人啊 就有这个艾蒂森氏病 那么说白了 大家想想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病 哎 对 我们中国人说的肾 肾上线功能不足 就是肾病 对吧 肾虚啊 你想想啊 低血糖 对 一站起来就晕 也没什么体重 对吧 浑身没劲 吃东西不好 脸色还发黑 是不是肾虚的一个样子 哎 所以大家希望比较容易记啊 当然中医和西医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不能把它硬套在一起 但是啊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症状 把它记起来 艾蒂森氏病 就是肾上线功能减退 好 那么现在我们复习一下 今天学了几个病症啊 艾蒂森S disease 刚说过这是什么病啊 艾蒂森氏病啊 肾上线功能不足 和肾有关啊 所以大家首先记住 艾蒂森氏病和肾上线有关 hypoglucose 这是什么病啊 滴血糖 涅血糖 Rymnof syndrome 哎 这次不错啊 雷诺是综合症 一个字都没多 Achromegaly Achromegaly 枝端肥大症 啊 Tension Headache 緊张性头痛 Radiation Treatment 对 放射性疗法 Ossiparesis 骨直通 骨质疏 Ship-Galy Fractures 骨折 霧痛和骨折 vain 霧痛和骨折 Danshun 基本上 我们如果要是喜欢做针线活的同学 买那个针就是叫sharp 就是比较尖的针 就是这个sharp 对就像我们拼音一样 plant足底 就是筋膜 炎症 足底筋膜炎 见 窍 炎 一看到两个O分成了三个字 这肯定是一个三个字的 见 窍 炎 这个病有什么特点吧 如果要是念不出来 跟我说说有什么特点吧 在什么地方 这个病 在哪儿 有个人说在肩部 不得肩外感 他还有其他名字吗 这个病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五十肩 冻结肩 英文怎么说呀 对 frizen shoulder 还有什么 对啊 fifty shoulder 不是fifteen 是fifty fifty shoulder 还有frizen shoulder 冻结肩 五十肩 这个叫做 真联性 关键当言 中文记不住 没关系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关联是什么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考试 就是不要去你翻译 但是你要知道 它到底是个什么事 使劲拽 使劲拽 这个叫拉上 黑色肿瘤 acne 对 暗窗 粉刺 英笔太高 弄猫疮 还好 这些常见的病 我们一定要认识 好 我们单词就看到这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测试题 我们看一看